来介绍第二阶段 台湾文艺复兴 客家文艺复兴的四位贵宾 第一位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 护制欣赏关武德先生 大家好 台阁好 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张龙顺先生 主持人好 还有大家好 台阁好 客家终身贡献奖得主 郑龙顺先生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阁好 后生演艺坊剧团团长罗音音小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特别强调我们周三会谈台湾文艺复兴 因为我们需要建构文艺复兴共鸣社会 它当然就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建设 所以我每个月一次推动客家文艺复兴 那各位当然会奇怪说 我是一个福老系台湾人 我也是客家人 就像我邀请这个香港朋友来 我会说 我也是香港人 就像1960年 美国总统甘乃迪在柏林围墙边 他说 I've been Berlina 我是柏林人 就像英国诗人到了希腊以后 他认为他要维护希腊罗马文明 他说I am Greek 我是希腊人 各位了解我的想法吧 我是福老系台湾人的时候 我推动客家文艺复兴 我希望展现不同面向的台湾的多元融合的文化 这是台湾最伟大的最珍惜的资产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谈的主题就是 台湾客家传统音乐的推广及传承 当时创新 来我们来看一段音乐 我们来看一段音乐 台湾客家传统音乐 沙斯比亚说 音乐是灵魂最好的养分 各位我们虽然听的是客家音乐 我相信已经滋润了灵魂养分 有一次有一位土耳其来台湾研究的交换学生 一位学者 我跟他聊天说 在台湾的国乐团里面 那些索纳 福勤 都是台湾的最珍贵的资产 他说谁说是你们台湾的 他说索纳跟福勤 是我们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的金乐队 他拿照片给我看 果然是 各位 莫扎特不是有一首这个土耳其祭情曲吗 就是土耳其 奥图曼土耳其的金乐队在维也纳街头表演的时候 莫扎特得到灵感 所以里面轻轻轻轻的 真的你再听一下 有客家那个索纳福勤的味道 这是普世的 好 武德 你作为一个 你等于是客家文化园区的园丁 为什么今天特别邀请三位 把客家传统音乐 要把它创意化 把它创新化 为什么 请 我想台北市 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客家装 所以就如同我们诸位一直提到的 台北市是最有条件 连接对接 原乡客家 各种文化也罢 音乐也罢 食物也罢的一个场域 所以目前我们台北市在推行传统客家音乐 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做一个推广 有这个图 因为我们台北客家主题公园 有一个客家文化戏剧中心 那在这个场域 我们有一个二楼三百位 可以做容纳三百位场地域的一个表演舞台 那我们每次我们办的活动都围绕在这个场域来做实施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强调叫扶植客家社团的传承 目前台北市有八十几个客家社团 最热和最能够表现出来的就是客家音乐的社团 我发现台北市客家相信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我们每一次办的活动里面都要安排客家社团 不管是合唱表演也罢 所以我们都会让他这个达到刚才一开始 我们叫做传承甚至交唱 第二个就是客家传统音乐的谣言 就是这个谣言 刚才在影片当中那是徐木珍老师 那其实你们在影片当中不单单只看到了 传统的音乐的所谓我们的祭司 其实也是我们讲国宝对客家界也是国宝 甚至我们也把刚刚影片里面看 我们讲山淑公 他本名叫做林炳焕 那这个已经不在了 可是他也是呈现所谓三角彩杀戏 这也是客家传统音乐的一部分 第三个我们强调就是要将传统 与现代相融合 相融合 也就是说我们地方上升 既然有强调所谓的轻盈共创 客家音乐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如何让传统跟现代能够相融合 因为我们发现到要如何吸引年轻人 在独立在台北都会地区 让他愿意接受 愿意走进公园来看 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我们所以我们在传统音乐 别人当中也融入了当代文化 也当代的音乐的因素 所以你刚才看到的影片 有配合二胡的 也有搭配了那个吉他的表演 由当代歌手配合国宝 就是客家博物宝音乐的表演 我想借由这三个面向 让凸显出来说台北市 目前推广客家音乐的三个主轴 希望借由这三个人 我们持续推动他 让台北市的乡亲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五十几万的 客家乡亲 不用回到原乡 也可以欣赏到 甚至也可以学到如何让呼应原乡的客家传统音乐 如何在台北市来推广 这是我们主要目的 武德兄上一次在我们节目提出把台湾 当时主要北台都会打造成国际的客家人的文化 所都国际客都 其实台湾绝对有这个能量 目前各党都进入总统初选了 请问我老婆问这些候选人 你有深层厚重气质吗 第二等事也都好凶 大部分都流于聪明才变 如果你有很深的人文素养 公民人文素养 我相信你会培养深层厚重 我就举两个例子 英国首相邱吉尔 军人出身 法国总统戴高乐 军人出身 他们绝对进退应对 表现的就是一流的深层厚重人文素养 绰绰夫其有余裕灾 大将之风 我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这个推动 不只是客家 传统艺术不遗余力 音乐不遗余力的吴龙顺前主任 有什么感想 你推动 不断的推动 不只是客家 传统艺术 有什么心得 值得跟大家 海内外的观众分享请 其实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当主任的这两年 因为是从学校戒调到那边去 当然我很高兴的是有机会 透过一个传统艺术中心里面 把专业的思考带进去 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服务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所以在那边里面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客家音乐 虽然没有错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它要服务的对象 有不同的族群 台湾的各种不同的原住民 我们的闽南人 或者客家人 甚至于新住民 都是在我们的服务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去那边以后 始终没有忘记 我是客家人 所以在这里面 我也利用了几个 就几个有可能的环境里面 的机会里面 做了几个不同的节目 能够透过这样的机制里面 来推广客家音乐 第一个是在曾经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亚太传统艺术节的当中 这个亚太传统艺术节就是 原来是以宜兰的传语园区 当成是一个园区 然后邀请国外的传统艺术的表演团体 进到台湾来 然后透过那个舞台里边 透过那个舞台 当成一个交换的一个舞台 然后把台湾的传统艺术也推荐出去 所以我就利用了在2017年的时候 办了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时候 选择一天让这些七八个团体 都不用演出 就在新的台湾戏曲中心里边 开了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里边叫做客家奇想曲 就是让这些国外的团体 他们坐在那里不用演出 因为他们已经演出够多了 在那边好好的欣赏一场 我们为他们设计的客家音乐的节目 那这个客家音乐节目 是我利用就是2017年那个时候 主动客家三歌比赛里面 优胜的歌手 然后我们请台湾国乐团 制作一套非常精致的客家音乐的节目 然后让国外的那些演艺的团体们 让他们看到台湾的客家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面貌 这是第一个机会 第二个机会是因为传艺中心 他还有一个是他下面的下属的一个音乐馆 叫台湾音乐馆 这台湾音乐馆 我们也利用了台湾音乐馆 因为台湾音乐馆最主要的是要储存推广 还有能够把台湾音乐的所有的有声资料 都在这个地方来储存 所以我们也利用那一个馆 我们设计了一套一系列的节目 我们称他叫做世代之声 这世代之声就是台湾不同族群的 他们的音乐的计时系列 而为什么叫世代之声 最主要我们要用五代同堂 什么叫五代同堂 就是第一代就是每个部落或每个聚落 比如说客家的聚落 他也有录音录影 过去的历史录音录影当成是第一代 然后第二代老人家 第三代就是中年人 第四代就是他们的青年朋友 已经在台北这边来念书了 第五代就是儿童 把这五代统统放在这个舞台上面 忠实的呈现当代的客家音乐 里面有传统也有流行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我也利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开幕的时候 现在的现场环境 我们设计了一整套的台湾戏曲音乐节 台湾戏曲艺术节 这个戏曲艺术节里面 我们也在今年二零一九年里面 推荐了就是当然是很巧妙的设计 请了等一下曾校长他们的荣心采杂剧团 演了一出非常精彩的戏 叫做地狱变 这个就是我们很希望 透过这样的场域里面 有机会来把客家的音乐 透过那个环境 透过园区 透过剧场 能够推广出去 这个就是这几年里面 我所做的一些事情 这也正是刚才这个 吴龙顺前主任所说的 地狱变 这个风云将逼人 鬼神落脱壁 这是你们所做的一个文化活动 我只在想 我刚刚特别引用 十九世纪的英国一个伟大的诗人 叫季池 Kids 另外一位诗人叫 英文叫白龙 我们叫拜伦 我都不解说 他们是英国籍的人 为什么他们在他们的诗里面说 I am a Greek 我是希腊人 我懂 我当然是辅导系台湾人 但是我也说 当我说我也是客家的时候 当我也说我是原书民的时候 我正在吸纳这些不同文化的源流 把他汇萃 把他融合 我终于了解了 所以我推动客家文艺复兴 是希望原住民或福老 或现在还有平埔希拉雅 包括还有新住民 大家一起来推动 建构新的台湾文化 正客 大家说正客是 碰红水鸡台无肉 但是台湾开始有碰红茶 碰红茶 结果跟米林茶 东方美人茶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 喝了 哇太好了 碰红米林 来看看 咱们要来 哎呀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透过节目让大家了解客家文化的丰富内涵 你可能是第一次看 其实它有非常多元 非常多的创意性 为此郑荣兴校长得到客家终身贡献奖 有什么心得 谢谢 谢谢我们主持人吴大哥 那个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台湾的客家这个三角彩茶戏 就刚刚看到的那个彩茶戏 基本上为什么在所有我们华人的戏曲里面 只有一种这个戏 它是用茶来定名的 叫彩茶戏 其他都没有人这样子说的 那就因为客家的戏 最原始的时候是以茶为题 所以叫彩茶戏 那么后来当然发展以后很多故事 就像刚刚提到第一遍 根本跟茶一点关系没有 但是他还叫彩茶戏 原来是因为他唱的那个声枪 被定为彩茶戏 所以他就叫彩茶戏 那是主要唱枪 就像我们京剧 有人称他为皮黄戏 我们闽南的大家都知道 刮戏刮戏 那刮就是他唱枪 主要唱枪 那么客家人的这个戏 最主要的唱枪是彩茶戏 那么彩茶枪 而这个只有在台湾有 大陆上没有像台湾这样子的 发展这样子的大戏 那么严格讲起来 我们原来的这个三角彩茶戏 就如同刚刚看到的 那个已经是我们改变创新 那原来的彩茶戏 应该就像这个照片上这样 就一丑二淡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是在茶园 那如果把它搬到舞台上 它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形式 也是一丑二淡 那很简单讲的是讲 张三郎卖茶的故事 茶跟客家人是息息相关 那么这样子的小戏 在台湾大概清朝中原 光细年间的时候 已经在客庄 非常的流行 他这个流行很妙 早期的时候 这个彩茶戏的演员 跟什么有关 跟我们八音团有关 客家八音 那么这些演员非常厉害 他们自己演 自己唱 自己拉夫琴 自己打锣鼓 所以只要叫三角般 又为什么叫三角彩茶戏 三个人可以解决 那他也没有很复杂的 这些服装 那么他就在这个庙城 或者是我们客家人 三合院的那个 那个我堂 就空间就可以表演起来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非常流行 但是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 受到乱谈戏 视频戏 以及所谓的外僵戏 就是京剧的影响 他就开始发展成大戏 所以我们也称他为叫 客家大戏 或者彩茶大戏 那么这种大戏 不管怎么说 他一定是讲客家话 然后唱三歌彩茶 为他主要的一个声枪 然后再加上所有其他的 就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怎么样的融合 把台湾当时所有的 这些剧种的长处 他统统都叙纳起来 所以就演变成我们目前看到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客家大戏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形式 他已经可以表演到我们任何的这样子 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故事 或者是客家人的故事 我们曾经演过所谓的罗芳博 我们也曾经演过所谓的吴汤星 演过薩斯比亚的背叛等等 就是变成一个大戏 自称客家妹的蔡总统 看看同样是客家职业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 互相勉励 我今年是主持政论节目 或者是担任电视的行政职务总经理 今年是第三十年 三十年前我在海外 那我回台湾已经今年进入第二四年 有人说奇怪 你主持政论节目 为什么有文化 或艺术音乐的摄影美术的节目 谁说不行 英国BBC第四频道就谈文化 你就看NHK谈文化 为什么台湾的电视政论节目不谈文化 不会起来推动台湾文艺互兴呢 你们不做 我来做 此时不做 何时做 你看年轻世代的罗音小姐 客家姊妹 今年只有17岁了 也开始就继续传承下去 来帮你把传统的客家艺术音乐 你们到这个新生代 怎么转折创造性的转换 来分享 请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 我想我最常遇到大家问我的问题 就是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为什么会愿意唱客家歌 或者是做客家音乐 其实说真的一开始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为了家人开心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只会说客家话 然后 请问你是哪个地方人在台湾 桃园新屋 新屋人 新屋米很好吃 对 我要请教 新屋米非常好 因为那个许信良主席送给我的新屋米特别好 没有错 对没错 而且我们新屋还推出那个玉香米 玉香米 非常好 对 那在这个客家庄里面成长 因为家里面的人 他们就是只听得懂客家语言跟客家歌 那所以为了他们很开心 然后我在从小的时候参加比赛 然后得到不错的成绩 我想在这方面有得到成就感 然后最后在念书的时候 也因为这样子念了音乐系 所以就后来就继续有继续修跟客家音乐有关的课程 那在这个当中 我也受到两位老师很大的帮助 就是吴荣顺老师 他帮我的那个硕士论文写题目 然后郑老师当然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学习的老师 那我想说以目前台湾的现况来说 就是客家的年轻人怎么样能够参与我们的客家的文化推动 跟音乐推动和学习 我想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他们的工作跟演出机会 那在这个武德大哥在推动这个过程 他有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演出的机会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能够去接触客家文化的一个动力 那包括吴老师还有郑老师 一直在栽培年轻的小孩 去学习客家的文化跟客家的音乐 那可是目前来说 就是学校很多课程跟客家有关的 都合并在民间歌谣里面 就是单独教客家音乐的 现在只有台湾戏曲学校 然后他们有国中部高中部大学部 用渐进式的方式教学 让他们从小扎根 然后到长大以后 但是长大以后能够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毕竟要逃饭吃 那没有这个工作机会 他们在这里面虽然学习到很多专业技能 但是很可惜没有给他们机会 然后再加上其实可能现在台湾的现况 环境改变然后少紫化 所以招生也越来越困难 那我想一个国家如果要进步 我个人认为其实文化和艺术能够推动能够做 就表示这个国家有这个能力 就代表着一个进步的国家 那我后来就是我虽然不是唱戏的 我是唱特别是唱客家山歌这个部分 那我后来毕业了以后 我就觉得单靠自己唱山歌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后来才自己组了一个团 那在这个团里面我希望可以增加很多 让跟我一样有这个方面工作需要 或者是想要推动的朋友里面 能够继续持续一起参与演出 所以我组了一个乐团 让我在文化大学还有 我之前是念国立一专 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些同学们 即便不是客家人 他们现在跟着我演出也能够哼上几句客家话 对那这个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的一个片段 然后还有在我的剧团里面就是 也希望能够推动跟客家文化有关的 这个是客家诗 那我们的剧团的团员他也非常的用心 他认为要推动就要靠自己 所以自掏腰宝买了这个客家诗 然后所以就是那什么时候能赚回来 就是只能在有case的时候才能赚回来 对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剧团里面还就是培养年轻的学生 其实这个也是在台湾戏曲学校里面的学生 那他们出来以后除了戏剧的演出 他们因为会流利的客家化 所以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说唱艺术的表演 比如说绕口令啊 或者是我们客家人说的 就是做或者是一些猜谜方面的 那这个是我参加节目录影的时候的这个乐团 那其实必须要到年轻人去接触 或者去推动 其实真的要靠很多社会上的帮助 包括我们的政府能够对我们的客家文化 跟客家音乐能够有重视 那有重视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动力去推动 有这个动力去推动 就会有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机会让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客家文化 跟客家音乐 好 为了回应罗音音小姐的呼吁 其实我已经邀请这个新政院客委会主委 李永德主委 以及拉曼台三线的执行长陈板先生 上我节目的时候 我就用罗音音小姐问你说 请问两位 你们有政府预算 从应用预算来赞助 来推广来支持 这是后生可畏了 后生演绎 网团的太多了 我会直接问 回到主题就是 事实上因为城乡差距 在都会区 也就是像直辖市 客家越来越多了 所以他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 就跟客家的根原乡就失联了 这种情况下 我要请教武德副指引长 你怎么应用 我常说你这是客家文化园区的园丁 你怎么生根呢 然后鼓舞这些二代三代 来继续传承客家文化 怎么做 好的 我想今天我们也很荣幸 也邀请了吴老师 还有郑校长 其实吴老师 平常都是给我们基因会 我们很多的伪创案 吴老师都是给我们 当作评审 也给我们的意见 所以我主要 目前我们台北市 身为首都 我们主要推广客家文化 我们有其他三个 因为我觉得客家音乐 因为不是只有认识 最终还要学习 那怎么样去做 那我们目前我们有户外的一个竹棚 所以刚才 殷小姐特别提到 我们既然我们的预算是来自公部门 所以我们愿意 一定当之无愧 我们把这个资源释放出去 让这些人可以来参与 也可以来欣赏 客家音乐之美 所以我们有 第一个 我们建立了学习平台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有台北市客会 还有机会 我们都有开设叫客家书院 这个课程 我们郑小展 我们也有在我们这边教课 让开设传统客家音乐的课程 让这些人可以参与学习 第二个 我们就要叫城乡交流 我们邀请 不管是原乡的 或者其他的 我们都广 邀请他们来 这些客家的戏团 到我们主题公园来表演 像说东西 我们去年也邀请 正向我们帮忙 邀请了金满园 到我们来这边来演出 非常受欢迎 让这些台北的都会的客家乡亲 以及非客家乡亲 不用大老远去新竹苗栗 台中高雄 或者说花东 就可以看得到 这些客家传统戏曲的展演 第三个 我们特别强调 叫亲子共学的环境 现在我们的客会主委 特别强调叫亲子 亲子才能达到客家文化传承 所以呢 我们因为现在都是网路时代 我们希望把这些表演的成果 把它放在YouTube 放在我们的网路那边 让他们也许 他有因为可能因素 他可能没办法来到现场 可是在家里就可以欣赏到 另外一个 我们希望透过所谓的无形文化资产的建立 现在我们现在国家政府都提到这个 让他尤其客家音乐 像刚才吴老师特别提到的 主动天窗日人 已经变成了一个无形文化资产 台北市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能够藉由这三个的方式 这种的管道之后 让台北市都会的客家商店 或非客家商店 重新认识也学习客家传统音乐 德国这些家康德活到83岁 他大概80岁到83岁 他人生的最精华 最睿智的阶段 他就要思考一个问题而已 他自问自答 人类的天然使命是什么 他就思考三年 他说人类的天然使命 就是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在座的吴龙顺教授 他是一个音乐系科班出身的教授 那郑龙兴校长也是 也是振兴传统艺术音乐不遗力 你们两位最有资格说 你们尽力在打造不只替客家 替台湾的音乐艺术各方面人才 营造更美好的学习环境跟生活方式 我们再来领赏一段碰碰碰碰碰 我们就请教先请教这个 吴教授 你怎么培养人才 以及郑校长 你怎么往海外推广 来 请先看 叫 erzählor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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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leca hurge que yo he du finiteㅋㅋㅋㅋ 对 嘿嘿 草双叉 杨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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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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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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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你講好來呀 中編慢慢來回憶 來回憶啊 又來呀 龍勝教授做一個音樂的教育工作者 我相信你最大的成就 是培養比你更優秀的學生能夠傳承嗎 怎麼做 繼續努力 請 其實我這期教書也教了三十十年 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 就是像剛才胡大哥所說的 這個階段裡面不是為了什麼 就是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就是我的最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在學校裡邊 特別是台北藝術大學的音樂學院 雖然它是一個 它同時擁有西洋的音樂系 也同時擁有傳統音樂系 但是我們的傳統音樂系 Focus在南館 北館 古琴 琵琶 所以裡面大家聽不到客家音樂 所以我在曾經我自己擔任 台北藝術大學的傳統音樂系的系主任 擔任了九年的主任 所以我也抓住了這個機會裡邊 能夠我們也知道 客家音樂真的難就難在 不在於你第一個要克服的就是語言 因為語言才會帶出音樂來 那我們看到現在 外界來了解客家音樂 都是從旋律和節奏下手 那其實有一個核心的東西 是最難的叫做聲腔 所以我也是在跟我們這個伍德兄 一直在說 台北市的客委會 或者那個文化園區裡邊 要怎樣來承載客家音樂 其實最難的就是聲腔的問題 所以我在台北藝術大學的時候 在傳統音樂系的課程設計裡邊 很難當然要專門為客家音樂 來設計一個課程真的不容易 那我也特地設計了一個課程 叫做傳統唱腔專題 然後讓學生在四年裡邊 要選擇至少要選擇兩 就是選擇一學起的這個課 裡面就是客家音樂的唱腔 那這個部分裡面 當然我利用這個唱腔裡面 讓學生來了解 什麼是客家音樂 什麼是然後要實際的演唱 你才真正能夠體會客家音樂 就像剛才我們影片所看到的 榮幸彩查劇團他們的演員 每一個客家話都唱得很準確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難的部分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夠利用 這樣的環境裡邊來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要來讓年輕一代的孩子們 了解客家音樂不容易 所以我在西洋音樂系那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課程叫做台灣音樂史 那個台灣音樂史裡面 當然要講的就是整個台灣 從1895年以下 一直以來的所有的音樂系統 那我們也是透過那個 這個這個課程裡邊有一段 我們把它分開來 就是客家音樂 從他的發展 從他的歷史 一直到客家音樂的傳統 到當代的音樂是什麼 透過這樣的機會裡面 把就是說實在的 要很把一個專題式的 這樣的一個課 這個課程不太容易 特別是在一個藝術大學的 這樣子的一個學校裡面來做 所以我們也是透過有可能的機會 裡面剛才說的西洋音樂系 一個是傳統音樂系 都用不同的方式來能夠透過課程裡面 來培養學生先認識了解 最後知道我什麼才是客家音樂 這是我目前所做的 龍森教授非常好 他開售台灣音樂史 我這個節目也在做了 就從姜文也先生開始 我也邀請師大美術系的白世民教授 來建構台灣美術史 學院在做 我這個節目也是在做 公民人文素養的教育 我們事實上都一樣 他作為一個教授 我可以感受 怪不得空中說 學而實習之 有盆治遠方來跟他學習 三人形成必有我師 最主要那句話 人不知而不應不亦君子夫 我在思考這什麼意思 我到我這個年紀就懂了 有信心 一個人有信心 就泰然智若舉重若輕 綽綽有餘 就人不知而不應 人家知不知道你也不在乎了 我有信心 我這邊主持 我找一流專家來推廣 就是人不知而不應 大家都知道了 不亦君子夫 就是西方說的 身世俗女 文綺校長 怎麼從台灣往外拓展 打造台灣成為國際客都 你的心得 事實上傳統戲曲大家都知道 這幾年才開始會有年輕一代 因為本來大家都講 不管是歌仔戲也好 什麼戲種都是已經斷層 其實我有機會到國立台灣戲曲學院去服務 當年我進去的時候 八十二年是復興聚校 所以我在八十三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陳校長要我成立了歌仔戲 所以我是歌仔戲科第一任的主任 真的有歌仔戲啊 以前我們開玩笑都布袋戲 真的有歌仔戲 有歌仔戲 我是歌仔戲第一任的主任 八十三年的時候 那就是西方的Opera 就是 台灣 上面講台灣的Opera 台灣歌子戲 西方的音樂戲是有Opera的專業課程 原來是你創立的 對 然後到 我就發現 因為同樣的面臨 有這個斷層的就是客家戲 所以我在八十五年的時候 我在苗栗自己成立了一個客家戲曲學院訓練人 在苗栗 這是個民間組織 我自己自己自己 到現在還是 真是有心 一直維持到這樣 那後來我也發現 那個訓練下來出來的人 那你怎麼辦 所以那個團本來就七十幾年就自己有團 後來就一定要維持它 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持續再去訓練人 所以我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成立變成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 就成立了客家戲科 那麼九十九年開始有第一批這個年輕朋友 畢業 所以剛剛看到的那個澎湖美人 這個所有的演員都是戲曲學院畢業的年輕朋友 所以我們目前像我家裡那個團隊是有這個老中青 但是以這個團隊 我的團隊從民國八十一年 我們就開始到美國女文中心去演出 然後接著也到加拿大美國中南美洲各個地方 包括歐洲東南亞都有去演出 所以現在海外對於我們台灣的客家戲 也多多少少清楚了 其實龍心校長包括剛剛龍順教授所說的 我只要回應我們政治人物說發財 發財我當然賺錢 要賺錢需要經濟穩定 而是要用蘇格拉底的話來回應這位有志參選總統者 蘇格拉底說我到處走動是要告訴你們 人不能只追求麵包 人也要追求自己的靈魂 我相信這個武德龍順跟龍心三位都是靈魂的工程師 建構客家人的靈魂 建構台灣的靈魂 那才是偉大的事業 而不是花財而已 花財是心而下最低基礎最低階的 人要追求自己的靈魂 所以我們就請羅英小姐 你受最好的音樂訓練 來 我們就最後一段時間 那你用現身說法 給大家作為我們今天勞動節的禮物 來 請 好 那我就來唱一首我們台灣的客家山歌 一唱我山啊 夠啊 內街路燕啊 再唱我山啊 夠啊 淺書王爺啊 山歌枉法大快禮物 藏寮明石頭的讚紀言 那又有σω intention 有些縮事的意思 咱們觀點 好 非常感动 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都是客家人 我们都是富老人 我们都是原住民 我也邀请香港朋友说 我们都是香港人 大家五月同舟休期一共 其实透过这种对谈 我以客家文化为龙 我以客家人为龙 我们要这种互相欣赏 尊重理解接受欣赏 我这个节目非常建构 国家认同 它必须直至于 文艺复兴公民社会 推动文艺复兴 最近有一本传记 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创意者 这是我所读过最好 最新的一本传记 达文西传 它就是文艺复兴的英雄人物 心灵英雄 贾博斯怎么形容达文西呢 送给所有有志大位者 或是企业民间领袖 你必须具有这种文艺复兴 重新开始的意识 尊重精神个体重新开始 我们来看看 贾博斯怎么形容达文西 来大家互相勉励 贾博斯说 达文西在艺术和工程里头都能看到美 他能结合两者的能力使他成为天才 透过这本传记 我们认识的达文西不仅才华洋溢 也是个怪癖 钻研营各种科学以满足好奇心 完整的人 完整的人 文艺复兴就见过完整的人 英文说integrity 这完整的人格 不是只有花财了 你必须各方面具备 才是完整的 感谢四位给我们上了一支最好的客家课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